九十五大公報 《小約翰的遇見》 2015年7月10日大公園 B.十六燈下集固農在《魯迅的大量譯文》中 同話《小約翰是很特別的一本》 《魯迅得到這本書的德文原本》還在他留學日本之時 卻要到二十年後的1926年才譯出來 《魯迅》由未名社初版於1928年1月 後收入二十卷本《魯迅傳》第十四卷 《人民版老信譯文》集第四冊 《福建版老信譯文》集第三卷 《荷蘭作家望 外談》 1860-1932 的這部同話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和深刻的哲理 在作者看來 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已經做得過了頭 許多事近於鬧鬧 他們常常狂吵和鬧鬧 凡有美麗和華怪的 便毀滅他 他們撼到樹木 在他們的地方造起笨重的四角的房子內 他們任性搭壞花朵門 還為了他們的高興 殺戮那凡有在他們的範圍之內的各動物 他們一同盤句好似新疆血 而是全都污衛和污黑 空氣是雲族的 且被塵埃和煙氣毒掉了 他們是太疏遠了天然和他們的同類 所以一回到天然者類 他們便造出這樣的豐癲和淒慘的模樣來 《老信易文傳》第三卷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第四十一頁 這些話簡直像是周天才說的一樣 現在單是一個把空氣毒掉了的霧霾 就讓人類受夠了自然的報復 快要帶防毒面具過入止了 亡 外談幻深刻地遇見到知識和生活將被數字化 小若漢說 未來是數字的天下 豐富生動的大千世界和人的感情都將受到擠壓 世界上最為重要的東西將是一堆公式和數字 書中哪個號碼博士讀領封數 老信在日本隱言中這樣來歸納小若漢的主子人在致此 追隨旋而 與造化為有 福符獲符 稍長而景求之 怎麽樣 是什麽 為什麽 於是招來了知識欲之巨像化 小鬼頭將之 逐戰環遇到科學研究的冷酷的精靈 穿著 童年的夢幻思成粉碎了 科學的研究呢 所學的一切的開端 是很好的 只是他尊嚴得越深 哪一切也就越淒涼 越淡淡 唯有號碼博士是幸福者 只要一切的結果 在此將上變成數目字 它便滿足 算是見了光明了 誰想更進 變得苦痛 前忍書 第六頁 這一人類的困境 如今正變本加厲 魯迅的譯本 現在讀起來也許會覺得沉重一點 那麽也可以讀時言從英文本轉譯的新聞本 胡劍鴻亦小約翰 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自己問還假的 可以用現在的記憶 potentially 讓人拿著afft 幽黝賞 我們休息一下 後期有 и有很多建華電視電方 Euh懿荒 周日